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 阿N与阿N频道 今天阿N继续和大家分享林娇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和大家分享了林娇的一些生活、细节 由今天开始我们会和大家分享 林娇拍摄过什么电影 在1950年开始,林娇就开始拍电影 在1950年,首先是吕合烟之苦 林娇就饰演独行俠这个角色 仍然是1950年,猴子精大战金钱炮 接着就有一套胡慧杰打机房 然后到关东大盒 接着就是一套神盒金罗汉 然后就是昆仑女盒夜探摩天岭 仍然是50年,火烧平阳城的上集 林娇就饰演熊大连和黄汉中 接着就是一套方江旅盒的第二集 然后就是娥微飞剑盒 接着就是关东九合的第二集 然后就是《昆仑女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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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战验子道》 接着就是《飞剑盒》 《血战周家装》 然后就是《江湖奇盒》 然后就是《方江旅盒》 接着就是《硝临七盒》 然后就是《江湖奇盒》 林娇飾演《云宗子》 《人海万花团》 《火烧平阳城》 《下集》 50年有相当多的出品 然后有一套《绿亚彩》 然后是《萧林七合五探俄眉山的下集大结果》 然后是《俄眉飞剑合大破青罗谷》 然后是《方光铝合血浅飞云塔》 然后是《红梁子》 然后是《铝三剑盒》 1950年最后一套 《奇盒痴雄剑上集》 然后到1951年 1951年首先是《银海春光》 然后有一套《银河飞马》 然后是《真假肉面霸王》 然后是《俄眉飞剑黄素金银公》 然后有一套《白盒白旋风》 然后是《飞天神龙》 《红衣女盒》 然后是《江湖梅花》 然后有一套《三打足家庄》的《上集》 然后有一套《黄飞雄传》的《大结果》 然后是《感秀莲华》的《上集》 然后有一套《鹅微飞合》《误闯风火岛》 然后有一套《宝剑明珠》 然后有一套《霸王鸡娜》 《霸王鸡娜》之后就是《月宫保登》 接着就是《一象清》 然后就是《海上女霸王》 接着就是有一套《风尘四结》 然后就是《雷电追风剑》 接着就有一套《铝合黑卯丹》 然后有一套《小五二》 接着就是《感秀莲华》的《下集》 然后就是《三打足家庄》的《下集》 《五一年》还有《方江女俠》 《大破吴宫阵》 接着是《无敌连环镖》 《五一年》最后一套就是《丁财两王》 接着就到《一九五二年》 首先就是《奇俠黑旋风》 接着就是《海堂花浅蕾》 接着就是《歌唱江水王》《碳五耕》 接着就还有一套《歌唱大闹》《港昌龙》 接着就是《黄飞鸿》《血染芙蓉菊》 接着就是《铝合一象红》 《方世玉》《玉博红戏观》 接着就是《歌唱方世玉打雷台》的《下集》 《铝合白莲花》 接着就是《歌唱方世玉打雷台》的《上集》 接着就是《一九五三年》 《五三年》 首先就是《苏黑衣》《伏仇记》 接着就是《夜道鸳鸯江》 接着是《黄飞鸿》《二救海童子》《上集》 接着就是《飞凤游龙》 接着就是《船公情侣》 接着就是《苏黑衣》 接着就是《黄飞鸿》《二救海童子》《下集》 接着就是《合氏鸣花》 接着就是《五三年》 最后的一套就是《三十六点所侯枪》 接着就是《一九五四年》 《一九五四年》相对少一些作品 只有五套而已 首先就是《龙公仙子》 接着就是《患难夫妻》 接着就是《金凤盈春》 金凤盈春之后就是《铁金刚》 《三房鹅味盒》 接着就是《五四年》 最后一套就是《铝三剑盒》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 《临郊》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暂时休息一下 首先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鴁鸣》与鸣频道 好!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 《临郊》的《演艺人生》 好!拜拜!